奶奶是个刻薄的女人 她总是指贴骂地 嘴里有说不尽的肮脏话 可她唯独没有骂过一个人 那人是我爷爷的童养席 叫做秀莲 爷爷奶奶偶尔在夜深人静时提起她 为她叹上一口气 而我也在他们的只言片语里 慢慢拼凑出这个女人凄惨的一生 二十世纪初的农村女童 大多是不值钱的 特别像是秀莲这样的 她在家中排行老二 上面有个姐姐 下面有个弟弟 她的弟弟生得可爱 自出生期就被她娘抱着背着 在邻里间炫耀着 彼时的小秀莲只有两岁 可因为做了姐姐 就再也没有被抱着的资格 她只能蹒跚着脚步 跟在大人身后 昂着脑袋 听着他们对弟弟百般夸赞 有时候她也会摔跤 摔跤了也不哭 就这么跟着 紧紧地跟着 可跟得再紧 她的亲娘也不要她 她亲娘不是个贪心的人 既有能洗衣做饭的长女 又有能光宗药祖的儿子 自觉儿女双全 功德圆满 那秀莲着老二 她便有心要舍弃 最后 是我太奶奶要了她 这可不是因为什么善心 只是因为那年冬天格外冷 我那还是新嫁娘的太奶奶 刚落了孩子 小月子没做好 未寒 就想要孩子给她暖暖脚 小秀莲爹不疼娘不爱 在一个雪夜里 被我回家探亲的太奶奶 用一颗糖红回了家 睡了一整个冬天 等来年开春再想还回去 却不能够了 两家因这事吵了几回 我太奶奶刚成妇人不久 骂人的道行到底浅薄 在最后一次插腰对骂时 败下阵来 就这样 秀莲留在了我家 百姓了沉 也许她命中注定有姐弟亲缘 来我家的第二年 太奶奶生了一个男婴 也就是我的爷爷 这年的秀莲三岁 陆海走不稳 就已经学会了蹲在池边洗尿布 她那时年纪小 能干得活不多 也有些玩乐的时间 只是她性子安静不喜欢闹 闲下来也只是趴在床檐上 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奶娃娃 这娃娃生个虎头虎脑 一双眼亮晶晶的 一见着她就张着嘴笑 偶尔她起完心 在她脸上戳两下 戳出红印子 她也只是含着一汪泪瞧着她 从不哭闹 秀莲很喜欢这个弟弟 小小年纪便自觉担负起 照顾她的重任 小孩长起来总是很快 不过眨眼之间 阿良就长成了半代的小童 她在她的教导下 学会走路又学会说话 终日跟在她的屁股后面 姐姐姐叫得可甜 她在这一声声姐姐里 越发疼爱这个弟弟 连上山放牛都要将她背在背上 带她去找一两个野果 吸一两朵山花 村里的人说忙也忙 说闲也闲 大热的中午 他们争分夺秒的在地里劳作 吃饭也只是简单对付两口 等太阳落山了 他们便一个个的坐在村口 那棵大树下乘着凉风 拿着一把破烂的芭蕉扇 叽叽喳喳的说着邻里的闲话 秀莲牵着牛背着弟弟回家时 总能瞧见他们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 朝他招手叫他过去 他乖乖的喊着他们数败公爷 可即使这样乖巧 他们还是坏心眼地打去了他和弟弟 秀莲啊 你怎么还让阿良叫你姐姐呢 你是被他家接回来当童养席的 长大是要嫁给他的 再这样叫下去 可是不应该 弟弟听不大懂 懵懂着一双眼 看着大人不怀好意地调笑 怯生生地反问 那我该叫姐姐什么 叫老婆呀 围着他们的几个男人 哈哈大笑 神情促下 秀莲在这笑声里 同红了一张脸 狠狠瞪了一眼 带着弟弟回了家 这年他八岁 头一次知道了 童养席 这三个字的含义 他转头看向旁边的弟弟 一点根牙 就这样中进了心里 也是这一年 我太奶奶又生了一个儿子 秀莲不是很喜欢这个二弟弟 他生出来就黑红黑红的 皮肤皱在一起 像是一只刚出生的耗子 不可爱就算了 性子也不好 整天都哭好 他厌烦他 照顾起来也不尽心 总是在哄他时翻白眼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适邪 这白眼翻多了 自然就被我太奶奶看见了 太奶奶心气高 生恶的丑儿子本就不开心 一看养女孩这样嫌弃 便更加气起来 抽出一根竹鞭就开始打人 竹鞭的枝条细细蜜蜜 抽在身上格外折磨人 秀莲也不是能忍耐的 一挨竹鞭就上蹿下跳地哭 哭声引来放牛回来的阿良 他们姐弟情深 阿良一听姐姐哭就挡在他的身前 替他挨了两下 太奶奶到底心疼自己的长子 扔了鞭子骂上两句后 也就抱着哭好不止的二儿子离开了 不知是去跟邻居抱怨 还是找丈夫告状 总之是离开了 秀莲顾不上满身的痛 转头去看阿良 将她的袖子一层层卷起来 看着上面的红痕 两三滴眼泪趴搭的滴落 姐姐不哭啊 阿良点起脚 举起手 像是要给她擦泪 秀莲看着她笨拙的样子 含泪笑开 嘴里吐出一句话 你带姐姐好 姐姐会带你更好 秀莲这一生为了生活扯过很多谎 为这一句真心至极 那个年代物资紧缺 每家都缺一小时 太奶奶自生了二爷爷这个丑娃娃后 自觉脸上无光 一个接一个的生 总想生出个好的天点脸面 可惜一直不能如愿 家中添了人口 那相应的 也就需要更多的粮食不匹 可太爷爷偏是个体弱的 一年四季躺在床上休息着 勉强下床挣个钱 总是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家中的米缸总是空空 太奶奶是个最要脸面的 她绝技做不出借米粮这样不堪的事 于是就打发秀莲去借 秀莲日日地借 借得旁人都怕了她 一见她来 就急急忙忙地关上门 任她怎么拍也不肯开 她也在这日复一日里 练就了一张铜墙铁壁般的厚脸皮 总能在难听话里 舔着笑脸借来一小把米 饭当然也是她做 薄薄的米肯定是不够薄的 所以她还要把家里的番薯切开拌进去 做成稠稠的番薯粥 最后一碗要摇起来 端给躺在病床上的太爷爷 然后再是太奶奶 最后剩下的才是给家中的弟妹的 这时候家里已经有兄弟姐妹五个了 秀莲拿着勺 看着眼巴巴 瞧着自己的四双眼睛 偏心眼地往阿良和自己的碗里 多成了半勺 其他的孩子全部平分 他们呼噜噜地喝完 眼睛不敢往他这儿瞟 只去看他们嫡亲的大哥 阿良不向秀莲 他的心总是软 将碗里的薄粥一人一勺咬给他们 看着他们喝掉 秀莲见了也不说 只在晚上阿良肚子饿得咕咕叫时 偷偷塞个冷掉的烤番薯给他 挨饿的时候 番薯也是好的 可番薯也有吃完了一天 隔壁邻居家的夫妻倒是很勤劳 他们兢兢业业地种着地 那勤快样 像是要把这黄土地翻出金子来 勤劳的人本是不该被饥饿困扰的 可惜他们太能生 一连生了七八个 孩子个个嗷嗷待哺 像是刚孵出来的小雏鸟 明明一个个都小小的 嘴巴却张得老大 肚子也永远填不满 唧唧喳喳的 每天喊着饿 他们家在勤劳简朴 在精打细算 终究还是败在了这一张张嘴里 好不容易得来的粮食 总是挨不到年底 他们一家很快陷入饥荒 啊 是毒属于穷人的绝症 是没有解药的 但在可怕的病 也有缓解的办法 比如勒紧裤腰带 比如早点入睡 他们总是睡得很早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 躺在破草席上 盖着一张脏兮兮的棉被 挨在一起努力地睡觉 就这样一连躺了三日 他家的小儿子最先熬不下去 这可怜的孩子 一张脸饿得惨白 抱着肚子拱着腰 空荡荡的肠胃搅在一起 偶尔发出点声响 是里面的酸水 磨着肠壁在打架 眼看就要不行了 家里的丈夫到底是不忍心 趁着漆黑的夜色偷偷跑出 偷了公家地里的一大把毛豆 一家人在他的空门声里 细细酥酥酥地爬起床 摘豆子的摘豆子 烧火的烧火 一声不响地 把这些脏物 连夜消灭了得干净 又躺回床上睡着 他们做得谨慎 连个毛豆壳 都扔进火里然干净了 可那时候的邻里间 共用一堵木墙 怎么能听不见呢 那边一家老小吃着豆子 这边的一家老小 就吞着口水听着 秀莲睡得沉 隔壁烧水煮豆子的声音 没吵醒他 可这阵口水声 却将他从梦里拉了出来 他有些脑 梦里的他正在吃双色蛋卷 那蛋卷白一层黄一层 中间加着一点猪肉 一口咬下去 蛋香肉香交织在一起 好吃的舌头都想咬掉 他正沉迷 双色蛋卷是太爷爷的拿手菜 他年轻时败过世学过艺 本来要做大厨的 可后来日新月异 他终究是放下了铁锅和勺子 拎起了锄头和斧子 被锄头磨破的手 再难做出好吃的饭菜 唯有这道黄色蛋卷 每次过年他都要做上一回 在孩子和妻子的夸赞里 捏起眼睛 说了以后条件好了 有了足够多的油 他还能做几道大菜 给他们尝尝 可惜他去世的早 没能兑现他的承诺 但这都是后话了 彼时的秀莲 被这此起彼伏的口水声吵醒 一边感受着胃里的酸痛 一边睁眼 看着黑漆漆的房顶 不过一会儿他就反应过来 隔壁家的男人 为了自己的孩子 当了贼 偷粮食 苟且偷生的贼 他想 他总有一天 也会走上这条路的 这条当贼的路 这天来得很快 大概是半个月后 我们家中也断了粮 太爷爷太奶奶 都是顶要脸的人 断断做不出偷窃的事来 他们虽穷且弱 却总秉持着一股气节 穷死饿死 也绝不偷盗的气节 好在秀莲身上 没有流着他们的血 他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 气节于他而言 实在不知一体 他偷偷爬起床 悄无声息地 去了公价储藏粮食的仓库 仓库外有人守着 守粮人是村里的 老光棍正元太公 他盘腿坐在门口的 一方平整的石头上 裹着一张被子 捶着眼皮 整个人昏昏欲睡 秀莲站在暗处 一会儿偷偷瞧他 一会儿抬头看天 天空上悬着一轮 明晃晃的月亮 几朵浮云偶尔 擦着月亮过去 遮掉一些 过于暗眼的月光 他站了好久 人都动得打站了 才终于等到 一大朵黑沉沉的云 这云将月亮吞下去 皎洁的月亮被笼罩住 夜色便只剩下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他小心地解开鞋子 赤脚走在泥地上 尽量降低音量 趁着手良人 打瞌睡的空线 钻进了仓库 这仓库原本是村里的祠堂 因着祖上出过大关 所以这祠堂建得格外堂皇 从大门进来 先要走进一片空地 秀莲站在空地的中央 抬头褪色斑驳的中门 和做凶兽样的斗拱 心中无端生起一些害怕来 可肚子咕噜一声叫 他的害怕便瞬间淹没了 虚无缥缈的鬼神 远没有实打实的饥饿 来得可怕 他小心翼翼 做足筋骨 偷了一小袋黄豆出来 又抱着这包黄豆 趁着夜色跑回了家 年久失修的木门 被嘎吱一声推开 声音极大 可屋里没有一个人醒过来 他们都在睡梦中 第二日醒来 家中就多了一小袋黄豆 谁都没有问 只是理所当然地吃着 仿佛这袋豆子 本就存在似的 秀莲一连偷了许多年 不知道是正元太公老养荤花 还是她的运气实在太好 总归这么多年 她一次也没被抓住过 这些年 她虽吃着番薯黄豆这样 没什么营养的食物 可在时间的作用下 她还是像春雨后的竹笋 快速抽条长大了 阿良也长大了 她到了读书的年纪 作为家中长子 自然而然地被送去了学堂 可太奶太爷 虽是把她送去了学堂 放牛割草的事 却没有分配给旁人 也对 二弟性子太顽皮 三妹四妹年纪又太小 他们都担负不起这事 所以还是得她来干 她得雇着家里的牛和猪 还有一小方菜地 学堂那里就只能耽误 好在她是个好学的人 放牛的空闲里 就抱着课本在草地上看 几句诗词反复不断地背 夜以继日地背 她背得熟透了 熟到灵魂里 即使后来隔了60年的光阴 她依旧可以顺利地背出一 二年级学的诗 给她的孙女听 至于为什么三年级的就不行了 因为她二年级就辍了学 这年的太爷爷又一次病倒 本来攒着给她交学费的五块钱 被太奶奶买了 不要 这 要 包在一块布兜里 趁夜送过来 太奶奶在送药人的千叮宁万嘱咐下 仔仔细细地将药 烘烤干了 磨成粉 打算给太爷爷泡水喝 学堂老师过来的时候 太奶奶正坐在门槛上磨粉 你家大儿子 读书有天分 也好学 上课的时日虽然不多 但次次考试都是第一 你要是让她退了学 既是断了她的前程 也是断了你家出头的机会 太奶奶一下右一下地撵着药 安静地听完老师的话后抬起来 向来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 难得散下 急履垂在额前 看着有些憔悴 我知道我儿子聪明 可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家没钱 我总不能只管着他得到升天 不顾这一家老小的死活吧 他头一次放下高傲 显出些脆弱来 就算是文曲星投胎来我的肚子 也只能算他倒霉 老师听完这话久久无言 只好站起身 离开时他又不忍心 回头看看躲在门后的阿良 最终走过去摸摸他的脑袋 说人也不止读书这一条路 你还小 路也很多 阿良点点头 应了这句话 乖巧懂事倒让人心碎 阿良接受的从容 可一旁的秀莲却红了眼 他还记得 阿良第一次拿着满分试卷 给他看的样子 小少年身的单薄 身上的衣衫 也破破烂烂修满补丁 可一双眼睛 却是晶亮晶亮的 满眼都是开心和骄傲 他说 秀莲 等我把书读出来 就去外面闯荡 赚了钱买了房 把你们都接出去 少年说的真挚 眼神里的炙热 像是夏天的太阳 把秀莲的心也烧得滚烫 那点根牙在他心底 日久天长的 生出细细长长的芝麻 他以后是要做阿良的妻子 若他真的能靠读书 走出一条生木 那连带着他 也能活出些不一样的光彩来 可如今 阿良的梦碎了 连带着他的 也一同碎了 可秀莲惯事会安慰自己的 他难受了没两天 又快乐起来 阿良虽然当不了读书人 却还能当兵 就算当不了兵 也还有一绑子力气 和他一起过日子 日子总不会差 十二三岁的女孩 看着眼前的小少年 不自觉地幻想起了以后 她的人生太苦了 就像陷进沼泽地的人 若没有外力的救助 她就只能不断地往下陷 所以她格外稀迹 有人能救救她 可惜 她这番稀迹 终究也是断了 这年的冬天来得格外凶猛 大雪思眠 扯绪般地落下来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就积了厚厚一层 屋外寒风呼啸 屋内一家七口人围拢在火堆处 身前是熊熊燃烧的炙热火堆 身后是灌进来的凛冽寒风 同一具躯体 前后却是冰火两重 等烧完最后一点柴火 一家人整齐地上了床 带着那张还不如门外积雪后的被子 就那么紧紧依偎着睡着了 第二日的早晨 村里传来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 手粮仓的正元太公死了 他死了不稀奇 毕竟八十多岁的老人 何况又是这样难挨的冬天 稀奇的是 他撑着朽木般的身体 在这雪夜里 靠着一根拐杖 不光爬上了山 还爬进了一座别人新造的坟墓里 穿着他最体面的衣服 在坟里寿终正寝了 每个人都是要有归处的 生前是一间房子 死后是一个坟墓 正元太公活着的时候 倒是有一间小房子 那是他的父母留给他的 相对的 他也给了他父母一个坟墓 似乎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 父母给房 孩子给墓 向来规矩有序 可这把交接棒在他这断了 他是个光棍 没有孩子 他要是能干些 年岁也好些 没准也能为自己挣个木 可惜他不能干 年岁也不好 所以 体面了一辈子的老人 临死前做了一回无赖 在雪夜里 躺进了别人的坟墓 占了别人的位置 他这做法实在是少见少闻 那木原来的主人怒火冲天 站在门口对着街 流着泪哽咽着 将正元太公骂得狗血淋头 秀莲和阿良一同路过 听着骂声不约而同来的句 好可怜 谁可怜呢 是老无所依 连死都不敢死在自家的床上 生怕孤魂无处安放的正元太公可怜 还是那个辛苦了大半辈子 早早为自己做了打算做了坟墓 却又被抢占的老爷爷可怜呢 唉 他们谁都可怜 秀莲可怜着别人 却不知 下一个可怜人就是自己 他如往常一样 去粮仓偷粮 本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可第二天一早 心上任的守良人 就告状告到太奶奶那里 指责他叫女无方 太奶奶头一次被这样下面子 脸烧得发烫 抄起一根粗大的棍子 就往家赶 彼时秀莲什么也不知道 偷偷翻了黄豆子出来 正用火炒着 就听见太奶奶的高声赤马 慌张间就把滚烫的豆子藏进胸口 一边被烫得呲牙咧嘴 一边跪在太奶奶跟前 扯黄底赖 可这一屋子的炒黄豆的香味 骗不了人 太奶奶的棍子 在守良人的阴阳怪气里 狠狠地砸下去 豆子从衣服里掉下来 霹里啪啦地四处散开 落到地上沾了灰尘 邻居们听着想动都来拦 可他们谁也拦不住 要教导女儿的母亲 太奶奶将她打到半死 血污染透了衣裳 几个被秀莲带大的弟妹 就在旁边看着 他们一点记不起曾经的情谊 只在旁边添油加醋 大姐太给我们丢脸了 竟然偷递主家的豆子 说这话的是二弟 她小时候虽然不喜欢这个弟弟 可以一手把她照顾大了 连她身上穿的衣服 那针脚细密的补丁 都是她一个个打上去的 大姐就这样贪吃 半点骨气也没有 怪不得不是我们家的种 说这话的是三妹 她先天不足 三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叫人 是她整天抱着背着带打的 她第一次能蹒跚走两步那天 她高兴地围着村子喊了半天 最后还被娘嫌丢脸 打骂了一顿 可她还是很高兴 如今这个妹妹 倒是会说流利话了 可说出来的话却这样刻薄 四妹妹倒是不说话 她还小 只躲在墙后偷看她 一点也不敢靠前 最后她被打到晕绝 快失去意识的时候 看见一道轻瘦的身影猛地冲过来 一下子挡住了落在她身上的棍棒 是她的阿良 她无声地动了动嘴唇 呕出一口血 昏迷过去 她在床上躺了三天 发了一场高烧 期间只有阿良在照顾她 第三天深夜 烧终于退了 她从床上坐起来 借着冰凉的月亮 看着大通铺上的养父养母 弟弟妹妹 心里那点本就稀薄的亲情 就这么断了 她在这家是活不了了 她要去寻一条生路 离开前 她摸到阿良的身旁 伸手揉揉她的脑袋 嘴唇张了张 说出了一句极清极清的话 阿良啊 我和你 大概是没有做夫妻的缘分了 阿良的眼睛没有睁开 只落下一滴泪来 无声地没进枕头里 秀莲离开得悄无声息 留在这个家里的骨肉之亲们 默契地没有再提起过她 太阳依旧落下又升起 一年之后 太爷爷病逝 十三岁的阿良 一夜之间长大成人 开始跟大人一样 在农田里耕作 去地主家做工 日子静就这样好起来 而秀莲后来经历的事情 我的爷爷 也就是她的弟弟阿良 也只是道听途说 大概是 她那夜离家后 投奔了隔了两个村的生母 十三年前 她的生母 不想要一个作为累赘的两岁女童 可十三年后 她的生母却收留了她 原因简单 十五岁的半大姑娘 着实是个很好的劳动力 而且呀 等过个三五年 又能许出去的一份彩礼 这笔账怎么算 都是不会亏的 就这样 她从一个深渊出来 又跳进了另一处深渊 她的姑娘 不管再怎么被苛待 终究也能长成一朵花 况且秀莲生的高挑 头发也多 粗黑的长发 编成辫子垂在两边 远远看去 真算得上是个标致的女孩 她日日在外劳动 抛头露面的 时间一长 就被有心人瞧上了 来说亲的是一户城里人 那介绍人一张嘴 简直开出了天花 将那户人家 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 仿佛是个金窝 秀莲她爹娘听得没开眼笑 当即要拍板 把女儿许出去 倒是秀莲她奶奶老道些 问起了那家男娃的情况 那可是个俊俏后生 还读过大学呢 多少姑娘 想嫁还嫁不了呢 秀莲奶奶就那么看着介绍人 始终不接话 那介绍人被盯得发了毛 知道糊弄不过 也正经了语气 唉 这后生唯有一处不好 她胎里带病 身子弱 年前刚大病了一场 线下还躺在床上 没能醒过来 她家爹娘就想找个 八字盒的姑娘 冲冲洗 你家秀莲的八字 就很好 秀莲一家得实话 仿佛得了把柄似的 一下子挺直了腰杆 颇是趾高气痒 我们这样好的姑娘 嫁个病秧子 说出去可不好听 除非 除非什么 秀莲父母一口同声道 家前 就这样 18岁的秀莲被婆家看上 他们拎着一盒糕点 用80块钱 和一张200斤的粮票 买断了她的姻缘 秀莲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没哭也没闹 只是看了看天边 摇摇欲坠的太阳 伸手从糕点盒里 拿出一块香膏 在时正值深秋 天地都被一片薄雾笼罩着 太阳只有一个朦胧的光影 她坐上一个陌生男人的 自行车后座 任他载着自己 穿过田梗和黄泥路 一路来到新婚丈夫的家里 说不上是不是巧 秀莲刚踏进这户人家的家门 她那个昏迷不醒许久的丈夫 就睁开了眼睛 这家人开心坏了 拽着她就进了房间 围着床上的男人 关心她的身体 秀莲穿着一身红 不知所措的站在一边 茫然地看着病床上的男人 男人也抬眼看过来 愣正片刻后 指着她问道 这是谁 男人的大姨连忙拽着秀莲凑近 妖宫式的开口 我们给你讨的媳妇 专门给你冲喜的 多亏了她 不然你还醒不过来呢 男人本就苍白的脸色 更加阴沉了 咬牙吃了声 胡闹 秀莲被吓了一跳 等回过神的时候 自己已经被人推出了房门 秀莲的丈夫 叫做何景生 她是何家的独生子 从小读书就读得好 是这个年代先有的大学生 她心想新潮 不能接受包办婚姻 何况秀莲还是为了冲喜 这样的由头嫁进来的 这事闹了三天 最后何景生 还是在父母的死命 劝慰下妥协了 没有把秀莲送回老家 就这样 他们做起了夫妻 何景生虽是醒了过来 但身子一直不大好 她常年待在房里养病 很少见阳光 肤色养得死白 像是一张雪白的纸 听说生病的人 一般脾气也不好 可她是个例外 除了醒过来那天发过火 其他时候的她 总是很温和 她教秀莲写字 算术 还跟她讲她 在外上大学时的见门 给她逗趣 和她结婚的那五年 是秀莲人生中 最圆满的五年 可 也只有五年 何景生在他们结婚的第五年 再次病倒 这次的病来世汹汹 她没能挺过去 她断气的前一天 秀莲一直陪在她的床前 也许是回光返照 那日的何景生 精神头很好 她穿了衣梳了头 和秀莲在阳台上 晒着太阳聊天 她说了很多 聊她的童年 聊她的大学时光 最后讲到了一个姑娘 她说到那姑娘时 眼里含笑 连常年不见血色的脸上 也染上红韵 秀莲看着丈夫这副模样 漠然有些恍惚 直到她牵住了自己的手 秀莲 我死后 你不要为我守寡 你别回自己家 那个家的人都对你不好 前些天 我托大学同学 为你找了份工作 你去上班去工作 去追求更好的人生 秀莲听了这话 垂下了眼皮 泪啪嗒一声落下 在裤子上 运开一个深色的印记 秀莲在何景生的葬礼结束后 依着她生前的话 去上了班 职务是百货公司的收银员 在这个年代 这是很体面的工作了 她娘家人来过几次 想将她带回家 嘴上说得好听 说是怕她一个寡妇 孤身在外会被欺负 可到底是谁想欺负她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年的她 不过23岁 也没生过孩子 他们将她带回家 还能收一门亲 收一笔彩礼 秀莲站在柜台后 低着头 算盘珠子拨得霹里啪啦 全当听不见 就这么闹了几回 秀莲终于还是跟他们撕破了脸 方华跟他们再不往来 他们当然不肯 还想再闹 可几个男人突然冲出来 把他们轰走了 那几个男人看得不明所以的秀莲 叹了一口气 道 景生放心不下你 让我们几个同学 多多照看你 当天夜里 秀莲坐在床头 迟来的眼泪流个不停 这世上 怎么会有何景生这样好的人呢 这样好的人 怎么又偏偏短命呢 后来他又想 若不是何景生短命体弱 他大概也无缘遇见他 缘分这事 真是难说 江南的冬天阴冷失寒 这天的秀莲早起上班 正搓着手从屋子里走出来 就瞧见了一个熟人 那是长大后的阿良 他穿着从部队带回来的半心不救的草绿色军装 个子修长 背脊挺直 头发乌黑 一张脸五官分明 看着是个清俊的后生 只是看向他的那双眼睛 却有些晦涩 阿姐 他大概有很多话要说 可千言万语 也就只剩下了这两个字 秀莲难得欢喜 拉着这个弟弟一路走到了百货大厦 一边开起店门 一边跟他聊着近况 最后他拉着阿良的双手道 我听说公司还要招人 你要来试试吗 阿良抽回了手 摇了摇头 家里给我说了亲 我就要结婚了 这次找来 是专门来给阿姐送喜糖的 秀莲愣了愣 瞧着他递过来的 用红纸包着的糖 许久才笑着说恭喜 那日阿良陪他上了一天的班 下班后 他送了阿良很长一段路 一直送到了城外的田野地里 日头快落尽了 只剩一道昏黄的边 他站在那 目送阿良受长的背影 一点点走远 轻声念道 阿良长大了 成人了 要结婚了 伤感不过一瞬 他便听到了不远处 传来一阵哭号 那哭声简直可以用气力来形容 他看过去 是一个半大的小姑娘 正被他娘用一根竹鞭子追赶着 眼看着就到了秀莲的跟前 以前的人重人情 见孩子被打 不管认不认识 总要劝上两句意思一下 秀莲也不能免俗 他挡住了妇人 说着 别打了 孩子还小不懂事 之类的话劝架 那孩子瞬间得了靠山 大声的哭嚷 诉说起委屈来 左右不过是家里孩子多 都要他照料 今日弟弟尿了裤子 他洗的手冷 没忍住嘀咕了两句 就被他娘骂得狗血淋头 打出了家门 秀莲听着回了头 看见那姑娘一脸倔强 打死不肯认错的模样 恍然想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你躲在人家身后有什么用 等太阳下山了 还不是得跟我回家 她是个外人 能护住你一时 还能护住你一时吗 自己过来吧 你扒着人家不放 也不看看人家要不要你 那夫人冷笑着站在她面前 手里的竹鞭偶尔挥舞两下 生出呼呼的风声 小姑娘听着这番话 眉毛垂成八字 拽着秀莲的那双手颤了颤 眼看着就要放下 秀莲却突然伸出手 将那双被洞窗折磨到流血的手 牢牢握住了 这孩子 我要了 秀莲用一只银镯子 买下了这个小姑娘 暮色似合 寒风呼啸 一大一小两个 连对方姓名都不清楚的女人 就这么牵着手 走在田梗上 走向他们的家 秀莲给这孩子取名雁回 还给她买了个长命锁 小雁回这年八岁 已经到了启蒙的年纪 秀莲没打算耽误她 给学校交了钱 让她跟着邻居家的那些男孩一起去读 每当太阳快下山 小雁回就蹦蹦哒哒的 从学校跑来百货大厦 等着秀莲下班后一起回家 这天她回来的比往常晚一点 也不似以前高兴 就那么坐在柜台后面安静地温书 乖巧的让人生意 秀莲疑惑的看着她许久 最后站起来走到她的跟前 问道 怎么了 小雁回委委屈屈的抬头 妈妈 我的长命锁短了一截 秀莲这才把视线落在长命锁上 这长命锁的锁链很长 往常要锤到肚子上的 今天再看 却悬在脖子下 确实短了一截 怎么回事 是学校的烧火爷爷 他说要拿糖换我的长命锁 我不肯 他就说给他看一眼 我给他看了 可他却在还我的时候 掐了一截链子 说短点好看 小雁回还在哭 可秀莲却垂下了眼 他们这里有个习俗 那就是人死的时候 要带点金银入关 说是这样才能跟鬼差行贿 买一个好的来生 秀莲没有办法去怪一个 只能吸气来生的老人 只能抹掉雁回脸上的泪 带他去银店蓄了一段链子 回来的路上 秀莲抬头瞧着灰蒙蒙的天 叹了一口气 这世道其实从来没有变好 只不过是自己遇见了一个好人 靠他的愧疚 得到了一个衣食无忧的好前程 秀莲每年都会带着雁回 去何景生的坟头祭拜他 一去就是十年 何景生的坟建在一座山的山腰处 是块风水很好的宝地 唯一不大好的地方 就是离城里太远 每次去都要走很久的路 路上会经过一条连廊 这连郎能遮风也能避雨 到了夏天还会摆上一缸子凉茶 供赶路的人解渴 秀莲和燕回每次都要在这歇歇脚 这年的燕回18岁了 被养得停停欲立 他喝了一大碗凉茶后擦擦嘴 拽着他的胳膊又开始撒娇 仰着秀莲给他换个实心点的名字 为什么一定要叫燕回呢 这两个字既不秀气雅致 也不寓意伸远 我不喜欢 秀莲年纪见长 脾气也被磨平了 只是耐心地跟他解释 买你那天 天上正好有两只大雁 从南边飞回来 就给你起这个名字了 燕回想了一会儿后 疑惑地问道 可你买我的时候 还是腊月龙冬 哪来的归雁呢 是啊 哪的归雁呢 秀莲想了很久很久 才从脑子里找出一点 久远朦胧的记忆 他被养母牵到生母家 又被生母嫌弃那天 正好是春分 他的两个娘插腰对骂 将他推来推去的时候 他一抬头 就看见了清澈的蓝天上 有两只大雁 这两只翱翔天际 自由自在的大雁 就这么飞进了他的心里 再也没有忘记过 他好好养大雁回 就像是回到很多年前 好好养大了自己 全文完感谢观看